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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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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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邓书铭 有什么事 跟我说 你叫我说什么 别过分了 有什么事 太过分了 好 听我说 我承认 这篇文章的确写得很过分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有发表我观点的权利 同样 你们有反国的权利 如果你们觉得不舒服 你们可以写文章攻击我 甚至可以到法院去告我 但是你们在这儿要砸报社 那就是剧中闹事 我要报警的话 咱们就得走法律程序 你还想报警呢 我还想抽你的 是 大家都安静一下 其实 我觉得周淑明写得很实在 并不过分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而有些人开放的过渡了 需要这样的声音来提醒大家 解放思想不是解放身体 你是不是女人啊 真给我们女人丢脸 周淑明这么污蔑我们女人 你还替她说话 这有病啊你 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 他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有发表自己言论的权利 当然你们也可以不认同 但大家都是有素质的人 不认同 你可以好好说 但上门砸东西就不对了 这是现代知识女性的素质吗 如果我的文章大家不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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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儿在这儿 先跟各位道路歉 对不起 对不起 马总好 你好 小雅 来 你出来一下 好 好 马总 到底是谁要见我啊 见了你就知道了 何总 人物给你带来了 我们又见面了 何总 策划的事情 我们公司的杨经理是最资深的 要不我把他叫我来一起开会 你出去吧 不开会了 不需要我再重复了吧 好 我明白明白 我这儿去出去 马总 这个案子的事情 我还不是太熟悉 我觉得您还是在这里 咱们一起聊比较好吧 小雅 你跟何总的 我就不打搅了 我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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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说何少勇找苏小亚去了 你别喝 你这说什么呢 我一句话都没听懂 坐吧 小亚你怎么还是那么固执啊 你怎么一点都没变 你如果这么固执的话 为什么你对我的爱变了呢 你心里还爱我对不对 如果不是的话 问我什么时候 为什么你到现在才结婚 还有那么荒诞的方式 你看 你也没有否认 何总 如果你不是谈公事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小亚 我真的努力过 我努力去忘掉你 但是没有用 我也很努力地去工作 我以为我赚得越多 就什么都有了 结果发现 我什么都没有 而且 我越来越难忘记你 得太好 稍永 其实 我觉得你现在真的很好 你现在这么优秀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 非常爱你的女孩子 我相信你肯定会很幸福的 我的幸福 我的幸福就是你你知道吗 其实我觉得丽娜就很好啊 长得又漂亮又有才华 而且还能在事业上帮助你 我真的觉得你们很配 你真的爱赵书铭吗 他是我丈夫 我当然爱他 我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忘掉你 可是每当我看到你的时候 以前的回忆全部浮现在脑海中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 现在没有人再会打扰我们了 也没有人再会反对我们了 你别这样 如果你可以忘掉过去 或许我们还可以成为朋友 你别这样 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 希望你不要拒绝我 如果在我的能力范围内的话 你说何少勇喜欢苏小雅 对啊 不然你说这少勇为什么这么多年 一直都不谈恋爱 一直距我一千里之外 就知道平衡的工作 他心里肯定藏着人呢 我就是没想到 我就是没想到 他心里想的那个人 居然是我最好的姐妹 还有 还有那苏小雅 为什么那么多年她都不结婚啊 她心里肯定是忘不掉何少勇的 那我就不明白了 既然两个人心里面都有对方 那为什么苏小雅以这种 这种方式跟周志明在一起了 还有 那何少勇这么多年 就没去找过苏小雅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是在他们结婚那天 才发现他们不对劲 你说 他们当年那么相爱 为什么就没在一起啊 这肯定有误会啊 苏阿姨 肯定是苏阿姨 你知道吗 苏阿姨当年肯定是嫌少勇 太穷了 不是这样啊 这说明太不公平了 这对我就公平 我可是当苏小雅 是我最好的姐妹 她现在连婚都结了 她还要跟我抢少勇 她还说要祝福我呢 她说过呢 丁娜 你别激动 你想想 你看每次苏小雅 见到何少勇的时候 那都不是很客气的 人家可能没想跟你 争什么 你是不是误会了 这有什么分别 她要是没出现 少勇会对我这样吗 我跟少勇肯定可幸福了 You will say 肯定可行 肯定可幸福 她肯定可行 你会 Had some love 今天真谢谢你啊 没想到啊 你这么厉害 你是不是觉得 我就一脑残疯二代啊 我提起你啊 我可是牛津大学的 虽然没有毕业 但好歹也是个牛津生啊 在国外生活那么久的姑娘 哪一个是好惹的呀 那倒是 我上次在酒吧跟你聊完天 就知道你远没那么肤浅 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 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 我上次在酒吧 要不然你怎么那么厉害 谁没个故事呀 还想知道吗 找个合适的机会 我统统告诉你 那这事就能定了 现在我要去解老婆了 没想到你还是个 绝版好男人啊 别了 你可千万别给我扣脸冒了 人家鼓足勇气 把医生托付给我 我这但凡有点怠慢 有点不太合适 这你们新人类理解不了啊 我可不是新人类 我传统得很 你老婆打电话呢吧 是啊 看把你急的 你还怕她跟别人跑了呀 她可能在开会 不然不会不接电话呢 好 我先走了 上车吧 我顺路 方便吗 当然 谢谢 我正常 穷 Purple 大 塞 车 不是 好 哪 来 怎么的 远远 你怎么了 没事 周树明 你来晚一步了 就情人相会 本来你是可以 可惜现在晚了 谢谢你提醒我 我们走 去哪儿 酒吧 小雅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青春一去不复返 感觉那时候的岁月 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 是啊 那个时候无忧无虑 没有烦恼 有的只有我们俩的感情 现在看上去我好像拥有了一切 但没有你在我身边 我真的是一无所有 我一点都不快乐 我们是有缘无分 我希望 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我 你其实是爱我的对不对 我们俩初心开始 再也不要分开了好不好 我曾经真的爱过你 但那已经是过去了 现在经历了这么多 我发现 我真的已经爱上周书鸣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希望 你能够是幸福快乐的 时间不早了 好 我先走了 周阳 我想再带你去个地方 就当是我求你 就带父亲 这个地方 叫熊猫漫地 是专门存放 写给未来的信的地方 我能够是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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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到你 那是专门的 我能够是专门的 这六年来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这儿 给你写一封信 诉说我的思念 这些信都没有投机地址 因为我想 你并不喜欢得到我的消息 我原本以为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你了 没想到老天眷顾我 又让我遇见了你 记忆里 一些宫典慢慢聚合在一起 我看见六年以前的我们 在白话林里肆无忌惮地追逐着 我记得你对我说你爱我 你不让我走 你又和我一辈子都在一起 你的脸庞温柔地摩擦着我的胸膛 我开始笑 笑声格外爽朗 他想扯天机久久回荡 反复消散在记忆的口响 那一年夏天的雨 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你的爱是把大大的伞 给我最美的晴空 我们都有小小的伤口 把内心的爱缝缝又补补 捡一双叫做遗忘的翅膀 就没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就没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年轻的时候很喜欢 我们用医生来开提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内心 没有受过伤害 觉得只要有爱 就可以足够 以这个残酷的世界抵抗 那是一段相信爱 无所不能的日子 那是我们最好的时光 但是这一切 发生已经太久了 久到我已经不能确定 那是我们确实 发生过的事情 还是仅仅只是 我的一个梦而已 为什么现在要告诉我这些 我的梦而已 我的梦 这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爱邵勇 肯定不会放弃的 而且啊 她妈妈还特别喜欢我 这一眼看我的目标 就要实现了 苏晓鸦却出现了 你说我这是夺二啊 我干嘛一定要 撞着她跟周周明在一起呢 二苏晓鸦不出现 邵勇看不见她 那不就什么都不会发生吗 现在好了 顺底完了 琳娜 我觉得 你也不用那么担心 那个 周周明跟我说过 她和小雅呢 感情特别好 而且 两人挺幸福 再说 苏晓鸦也不会给何尚什么机会 你放心吧 何尚勇还是你的 你不懂 你不明白 尚勇是个多有魅力的男人 而且她跟苏晓鸦是初恋 尚勇刚开始还一直压抑着自己 可是她现在要主动去找小雅 那就证明她已经决定了 她想做的事情是没人可以阻拦她的 她还管我要小雅公司的地址 她不就是摆明 告诉我她要重新追求小雅 她让我死了是要信吗 我 尼娜 何尚勇是很有钱 但我没觉得她有什么个人魅力 以我对苏晓鸦的了解 我觉得 苏晓鸦是喜欢很多年前的何尚勇 而不是现在的何尚勇 再说何尚勇 我也不觉得她现在还真的爱着苏晓鸦 无非就是得不到东西才是最好的 想找回以前的感觉 想找回自尊 并不是想得到苏晓鸦这个人 真的吗 我觉得是真的 那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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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怎么办 男人啊 都犯贱 越是得不到的 就越追的是最好的 主动送上门的 那就是不值钱的 所以啊 你以后对何尚勇 别太心了 太贱吧 就这么没意思吧 老娘 那你呢 你是不是也是因为追不大 所以才喜欢你 所以才喜欢你 我是个例外 不是 我真是个例外 送上门的你都不要 你以后 反正你就记住了吧 以后见着何少尉 就跟他冷冰冰的 这样他肯定不适应 就会对你产生好奇 这样主动权就在你手里了 你真的希望我成功吗 你真的希望我成功吗 我就是希望 你能够幸福 你需要建议吗 需要建议吗 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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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淑明 我刚才手机静音了才看着 是吗 你怎么了 没怎么 你在哪儿 我刚才去见了一个客户 现在在回去的路上了 很重要的客户吗 还好吧 你在干吗呢 我也在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 那我先回去了 一会儿见 再见 要欺骗你了吗 其实你也没必要难过 回去问清楚吧 如果他真的无法忘记旧情人 你就成全他 你也别担心 你还有我 反正我觉得你挺好的 他不要你了 我做你女朋友 你对待感情能不能认真点 你不怕这样伤到老牛吗 我跟牛德林又没什么 你跟他那么好的哥们 你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他喜欢那个叫什么娜的 喜欢的人心却在别处 身边的都是想要摆脱的 难道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爱情吗 这就是爱情吗 我就好想要摆脱的 我去哪 我去哪 你当心的 你肯定没有 我去哪 你肯定要摆脱的 好想要摆脱的 太多遇走环流的眷恋 有时候我们爱的是一些人 在一起又是另一些人 爸 我来看你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有出息了 我终于成为了你所希望的人 妈我也照顾得很好 家里一切都特别好 可是我真的不快乐 爸 我又看到小雅 虽然她已经结婚了 我能够看得出来 她其实并没有把我忘了 我真的很想她再回到我的身边 可是不管我做什么 她都不肯回心转意 我该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爸 我真的好希望你能够醒过来 爸 我真的好希望你能够醒过来 爸 我真的好希望你能够醒过来 爸 男朋友 他有太多 别不过她 我永远你才能够醒过来 我给你你 他都不要了 我给你一只不过 我的都是我 你能够醒过来 你你她就不要这样 我们来 你自己的家 什么话 爱情是相互信任和欣赏 而不是相互戒备 我欣赏你 其实已经很久了 从看你的书开始 我就一直想见见这个作者 我在想 到底是个怎样的男人 才能写出那么优美的文字 从那一刻起 你就深深地信了 我希望我们可以有进一步的交往 不是 在我心里 你只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别再胡说八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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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吃东西吃吧 这个 IX 没事吧 没事 不是去工作吗 怎么应酬成这样啊 你站住 你的客户是女的吗 是 许你和男客户聊天 不许我和女客户谈事吗 那你跟女客户 都是这样应酬的是吗 怎样应酬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自己去看看你脸上 是什么东西 小阳 事情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 才结婚几天啊 你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对我的承诺责任 都是骗人的是吗 我过去没有骗过你 现在我也没有骗你 我的确是因为不开心 所以才去喝的酒 的确 这是一个女儿亲的 可是只不过是一个 小女孩的恶作剧 我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 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你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现在该我问你了 你没有事情隐瞒我吗 我隐瞒你什么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周淑敏你简直是莫名其妙 你自己在外面做错了事 你还回来找我的事是吗 好像是我对不起你了是吗 你太可笑了吧 我可笑吗 你不可笑吗 你认为我可笑吗 你可笑死了 周淑敏你知道吗 你是第一个拒绝我的人 你是第一个不为我家事 所动心的男人 虽然你结婚了 可你过得并不幸福 就让我给你幸福吧 我远比你想得要成熟 我相信你一定会爱上我的 爸 妈 回来了 这事儿早到早到早开女儿 上妈这儿来 上你妈那儿去 她给妈想坏了 你这 你这你现在跑哪儿去了 爸 我想找点事儿做 你给我安排一下呗 好啊 爸爸等你这句话 都懂了好久了 说吧 想干什么 和传媒打交道的 最好做甲方 好啊 那 你就去 产品推广部吧 集团下属的一个子公司 是做饮料的 再隔几个月呢 他们的新产品上市 你呀 就去做一个副总监 你看怎么样 毕竟你呀什么都不懂 不过你放心 这公主去学习 他们一定会给面子的 就这么说定了 傻女儿 怎么样 女儿说行 咱就行 睡了吗 睡了吗 我以为你说这躲的 好像怎么出来了 是呢 可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她怎么突然就走出来了呢 是啊 我也有点想不通啊 这新药真的出来了 有这种可能 可别再是一次毒药了 这么着 咱们肚儿又是一次伤害的 真就把它毁回来了 别担心 担心也没有用 这次我盯着她 你呀 也费点心 把手上的生意放一放 找个合适的机会啊 问问团 最好呢 去见一下这个人 总之啊 不能让我们的女儿 再受到伤害了 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去找你 小雅 小雅 叹什么气啊 还认为昨天那事啊 没有 小雅昨晚上跟我吵架了 为什么呀 很难跟你说清楚 你昨晚上上哪儿去了 雷娜那会儿出点事 我去雷娜那儿了 她出什么证了 也很难跟你说清楚 朵儿 我想问问你是 你是喜欢她呀 还是爱她呀 谈不上爱呀 就觉得挺谈的来的 挺有意思 你了解她吗 推敲酒的呀 她家里很有钱 是个富家女 富家女 晚上推敲酒 如果是那些事 你把她吃饭的 要是让她吃饭的 答应了 她是个大吉尾 硬要是让她吃饭的 我只想要是你吃饭的 要是不要吃饭的 你才吃饭 你才吃饭的 要是可以吃饭的 那个男的去找那个女的了 那然后呢 那个女的拒绝了 她不爱她了吗 她怕伤害她的丈夫 她还挺善良的 可那个女的并不爱她丈夫 你觉得那个男的 她应该放弃吗 不应该 我觉得她应该坚持 因为没有爱情的婚姻 迟早是要破裂的